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角力軟硬並肆,散戶入市兩手準備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268點 收報24137 成交由今日活躍,升市升了1095億 接近今個星期一大跌1000點 那天是1096億 如果445入後,今天是1096,那天是1097 大家相差一億左右 算了,兩天當成交一樣 不過感覺幅度差很遠 那天大跌成1000點 昨天彈了250點 今天彈了260點 兩天加上500點 大概是等於那天跌幅的一半 好了,連續兩天有反彈 彈上來 為什麼呢? 就因為中美角力軟硬兼肆 而上個星期的時候 美國狠狠地,特別是特朗普 非常強硬地說到有證據 這個新冠肺炎是由武漢實驗室搞出來的 還說要懲罰中國,報復中國 還說要加關稅 所以,星期一就大跌,大跌1000點 跌完1000點之後 這兩天,以稍稍地,美國方面 又好像沒有那麼強硬 特朗普接受霍士電視台說的時候 沒有說武漢實驗室 只是說是武漢製造出來的 那麽已經披爛了 下面的官員,昨天都說到 已經開始不斷在這裏說很多 但記住,是看總統,不是看那些官員 如果你不看那些,不看特朗普 只看一個人,就看他的女婿說 他的女婿,因為是他高級顧問 白宮高級顧問 其實就是他的自己人 他的女婿說的那些就信得過 下面那些官員,隨時特朗普都可以不認帳的 現在我覺得他們的中美角力 就是美方軟硬兼施 第一,硬的,說過了 如果你隱瞞疫情,我便加你關稅 現在除非你執行首階段貿易協議 否則又和你搞過 那樣的硬 現在又放一些軟的風聲出來 大家在這裏,還可以談的 我又不指責你那麽多 還要記得來買東西 記得來買東西 那麽好了 一方面是這樣 其實內地也是軟硬兵施的 一方面又不斷反駁 另一方面,現在又沒有說不買東西 沒有說大家抹著臉 相信可能都會向美國 按這個貿易協議去買東西 買美國產品 問題是買不買到那麽多 這是後話 總之,最近中美角力軟硬兵施 港股一時跌下來,大跌一千點 然後兩人反彈一半 後市點,都是要看他們後續中美角力的發展 不過最近,除了中美問題 這是首要的 但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就是,究竟經濟問題是怎樣 接下來星期五 美國就來公佈失業率 當然星期四 明晚又會公佈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這些市場都會很關注 其實現在就是 美國最近的市好 一來就是聯儲屋放水 放很多水 歷史上最大的水猴 市場在炒 就是美國的各國州份 就是解封 復工、復產那些問題 解封之後,看看會不會康復 內地其實都是有經濟壓力差 但是在炒的預期 炒例如兩會 炒例如會有政策出台 但是實際大家面對的經濟也會很差 今天剛剛彭博又報道 引述消息人士說 內地可能不會對今年的經濟目標 GDP的目標設立這個目標 今年GDP就不說增長多少 其實都很鱷劣 美國經濟很差 中國經濟也是很差 經濟差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炒預期 市場就好像有得彈 好了,今天A股復市 先低後高都是這樣的原因 先低是因為反映一下外圍 特朗普說的影響 但是接著就炒復工、復產 炒兩會、炒衝警 然後衝了上去 我覺得現在 如果你作為港股投資者 在中美角力之間 亦都在經濟可能差 但是炒衝警的情況下 那怎麼辦呢 那就兩手準備 真的要兩手準備 第一手 你如果真的想玩的 就要轉身很快的 炒股不炒市 選一些強勢股 順個勢來炒 千萬千萬不要和他談戀愛住 因為現在這些狀況 隨時突然間一個消息 譬如特朗普又說翻臉 又說一些壞消息出台 啪一下一跌 就可以跌得很傷的 但是在沒有壞消息的時候 可能市場上落市 或者個別強勢股 都一直衝上去 當然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些股份 第一手你可以很靈活地短炒 另外一手 就是你要看淡市的話 要麼現在就不入市 內心地等 好像巴菲特那些 內心地等 覺得現在都是前景很不明朗的 不搏 他拿著很多很多現金 他不搏 或者你現在只用很少的現金來搏 大部份的先留下來 等 等這個總會有明朗的時候 視覺境遷 到時有比較穩陣些的時候才入市 所以兩手準備 一手要麼就短炒 要麼就放下錢 等 究竟是怎樣 視乎你是什麼類型投資者 如果你是穩健型投資者 那你就大部份錢不要動 在那兒等 就算動的 都是小處去炒 如果你是進取營投資者 特別是年輕那些 都經常希望刀仔舉大樹 是吧 明白 那你就什麼呢 很靈活地順著小處去炒 好了 講完一個大的方向之後 我們看看市 究竟 今天行申指數的走勢是怎樣的呢 昨天說到 就是說 如果它反彈上去 要去到24200 因為原本這條上升軌 綠色的條線 一直向上移 明天就要去到24300區 那五十天線就是24375 明天五十天線就會降低一點 總之都是24300區 如果站上去 中線的轉淡風險就降低了 因為連續彈了兩天 大概是彈了一半左右 這裏跌了下來 頭尾計算是1270點 如果那天單日計算 大概是1000多點的跌幅 這兩天加起來是500多點的反彈幅度 所以就大概已經去到一半左右 再彈上去 如果真是再彈多一天的話 能夠站在這條綠色線之上 或者50天線之上 那就解除這個短線的向淡的警暴 否則的話 現在變成短線 還是一個淡淡的 而中線就是黃燈 中線是要跌穿什麼呢 4月22日低位 23483點才轉紅單 國企指數的情況都是類似 昨天提及到9800區 由於這條綠色 這條上升軌向上移的金紋 之後看 明天就要去到998區 才可以解除警暴 你一路再上移 那它不可能 再打頭也行 所以就不需要 如果明天 總之如果它彈上去的話 站到 因為今天在50天線 剛剛摘戒 你見到其實就是說 剛剛代變的形態 如果它再多一天 甚至兩天 在50天線之上 雖然未去到10,000 或者9,900之上 這樣都可以解除警暴的 為什麼國子可以解除警暴多些呢 就是因為內地股市 今天伏市 先低後高 走勢是挺強勁的 或者叫做挺英俊 第一 它今天是開市的時候 跌過一下的 但是收市的時候 可以說破腳穿頭的一枝羊竹 而其實是第三枝羊竹 第二天站在50天線之上 所以就偏強 上移指導偏強 剛才說過了 為什麼偏強呢 就不是因為它經濟好 什麼東西 而是炒這個復工復產 那些東西 其實一路會來的數字 我就不是覺得這麼樂觀 就是經濟數據 不過市場有一個憧憬 因為雖然內地就沒有說 好像美國那樣 很明確地泵很多很多水出來 但是我相信暗地裡 都有很多很多滲了出來的 現在有個這樣的憧憬 總之炒憧憬 炒憧憬這些東西 大家明白 都是短炒為上 好像內地現在炒什麼呢 茅台那些創新高 消費股那些都不錯 因為現在又說到 那些火鍋店又排回長龍 什麼東西 好像沒事了 但是實際上 其實內地的經濟有沒有差度呢 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些製造業 或者有很多行業 真的沒有原本那麼好的 因為譬如現在 歐美都現在在 很多地方都仍然有問題 雖然有些開始解封 但是實際那些需求 都沒有原本那麼強勁的 那中國現在復工復產了 如果真的 就是全面 就算你復工復產 那你製造了很多東西出來 都賣不到那麼多出去的 賣不到那麼多出去 就會累積在那裡 將來那個PPI 又會下跌的話 就會造成很深遠的影響 那這些是後話了 總之短期來看 現在內地在炒這個什麼呢 就是當無事地炒 那這些都是短炒為常 好了 深淨成分股指數彈得更高 這個自然 今天沒有跌穿過上個禮物 它應該是說 假期前的那個低位 那麼衝了上去 衝了上去之後 也是連續幾天洋足的了 走勢都轉回強 也是在炒這個復工復產的問題 那今天A股復市 港股就過千億成交 又是筆水下來買 那形勢有機會好一點 最重要現在看的那個 都還是看美國的那個美股的走勢 美股的走勢 昨晚三點之前都升得挺好的 升成三八點 那麼它最後一個小時的時候 又回下來 去到兩萬四支下收 不過它站在五十千線之上 都還是短線 有些珍持這樣的格局 但是就不是轉淡 至少不像港股那樣 批一下大跌那些 轉了又一個驚驚地 那它就是說 就算說中美可能關係惡化的話 對美股的影響都相對較小 那當然了 美國又有放水、量寬那些東西 去支持它 那現在的走勢是怎樣 看看可不可以衝到 上去4月29號的高位 如果能夠上去24、7、6、4 你當它24,800 即是能夠上去的話 繼續延續一浪高於一浪走勢 至少如果要淡 都要在重返這五十天線之下 才可以說是淡 短期代變 稍為偏好一點 今天港股有幾隻 做得都比較好的 第一隻就是中芯國際 今天升10.8% 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會回去A股創業板上市 就刺激它的股價大升 內地股民很喜歡這隻股 希望經常都希望自己做到自己的芯片 中國芯 這隻股是否有衝勁呢 我自己覺得它盈利是一般的 一般都是很反覆的 因為事實上的技術 如果要用國際水平來看 還會有距離 不過它這次回到內地創業板上市集資 就是為了搞12微米Nm的芯片 現在國際去到什麼 大家可能都知道 例如AMD 現在用7微米Nm 已經去到7微米Nm 就是越小就越厲害 它會準備去做5微米Nm 但是Intel現在做14微米Nm 希望將來會做到10微米Nm 或者因為它不是很成功 所以如果你現在集資去做12微米Nm 就不是最厲害的 但是都叫做有進步 所以值不值得衝勁 如果做到出來 那就值得衝勁 但是現在其實集資要起 都要有一段時間 現在都是那一句 這些都是投機短炒 如果你說看的 市沖前浪頂18元 短炒 有得贏就坐下 沒有得贏的話 這些股就算了 千萬不要和它談心 這些 可以談心的就是內地消費品股 這些PE很貴的 而海國際就是做海底撈火鍋的湯底 有自熱火鍋 那些 市場很喜歡它 一直反覆上升 上市以來 一直給大家看長一點 你看看 十多二十元 二十多元 升到上來 六十七十元 都是一浪高於一浪 這些股 它那時降到四十 現在又衝上來 是的 如果有低的 也要短炒一下 因為這些 其實如果你 懂得炒 唯有都是短炒 都是後低級 後高就放一點 如果不是 你說長渣 低位長渣就好 現在去到六十元 就不是長渣的時候 所以都是留意著 有機會回吐的話 就可以買一些短炒一下 另外一隻就是重器 重器今天都衝上去 都升10% 最主要因為重卡的銷售做得好 這個有數字支持 有營利支持 這隻如果回吐下來 大概又是十六元 十六個多 可以吸納一下 走勢比較漂亮 有成交支持衝上去 總結而言 現在中美國力 其實軟硬兼絲 其實是很反覆的 經常有這個消息 如果中美長線來看 一定是很大件事 一定是老大和老耳之真 很麻煩的 經常都會瞭中國 對股市 那些中線發展不利 不過現在短線來說 好像沒有那麼惡劣 所以有這個反彈 我建議大家兩手準備 要麼就是 你短炒為上 炒股不炒市 要麼就是做唐篇學 留大部分之間等機會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 謝謝